欢迎收看威乐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这几天的天气是越来越稳定了 主要是因为受到高压吸引增强的影响 各地区的天气会变得更加的晴朗了 不过还是要留意的是 在白天时候的气温还是特别的炎热 一定要小心止外线了 那这时候的天气呢 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到的是 中午过后的天气还是有稍微的不稳定 尤其是受到热对流的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在山区的地方会是更加的明显 一定要多加小心了 那这样的天气呢 再来看一下云与图的部分 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原本受到封面的影响地区呢 水气量有稍微减少了 主要是整个因为受到高压 整个吸引增强之后呢 各地区的天气变得更加的稳定下来了 而封面呢也有渐渐的往韩国日本移动了 所以这几天呢 如果有要出游的旅客们 就要多加留意日本跟韩国的天气状况了 那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到下周 所以这几天呢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机会去规划一下 如何去户外走走咯 那这样的天气呢 还是要多加留意的是在中午过后的天气 中午周六两天呢 降雨部分还是集中在山区的地方 而到了下周天气来看呢 是越来越稳定了 所以这几天呢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把衣物都拿出来晒洗一下咯 而白天时候的气温来看呢 最高温部分 整体来看呢 中部以北地区来到了33到35度 而中部以南呢 也有来到了33度左右 所以这样的天气里 不忘了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记得多加补充水分咯 如果有要外出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插上防晒再出门了 以上是Viler360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